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发现到的问题是因为如果老师太凶的话 会使学生会有压力 然后会造成课业跟情绪的问题 我们想用发问卷的方式来解决老师对同学太凶的问题 问卷内容里面有老师凶不凶或是老师有不有趣 还有给老师的建议 但我们觉得问卷太针对老师了 所以后来改成用绘本的方式来 试述我们想要让老师改变的地方 我们的绘本主要是在奖励所动物学校 然后其中一个班级是有诗子当老师 然后学生有猴子 柴犬 牛还有兔子跟老鹰 然后每个动物代表个性都不同 狮子是代表残暴 老鹰是代表独立 猴子是代表活泼 然后兔子是代表就是有一种去看门狗的感觉 然后柴犬就是中厚 牛就是老师 然后因为猴子常常被狮子老师针对 所以柴犬和他的朋友要帮助他 我们这次的行动主要是为了要改善老师的那种错误的教育方式 否则老师这样再继续下去 可能会造成小朋友太大的压力或负担 所以我们想要经由绘本的方式来告诉 宣导大家要怎么才是正确的教导方式 我们的角度去看老师 就来看那个角度得到的结局 这个也是 咱们试试 負責的部分是哪些部分? 是動機還有那個... 動機跟想法 阿想法 對 動機跟想法 那你覺得我們設計的繪本怎麼樣? 有點太簡單了 你覺得太簡單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改進? 就是多一點新的... 新的就是... 一些角色的互動 希望同學跟老師們都可以 一定性溝通的方式達成協議 不要動手動腳 好 你負責講哪些部分呢? 這個繪本 動物的介紹 那有哪些動物? 獅子猜拳 小豬、兔子、老鷹、牛 好 你們主角為什麼設定成動物呢? 因為每個動物都代表著同學不同的個性 那你希望大家看完這個繪本 你希望同學們可以了解什麼道理? 要理性溝通 好 請問你今天在宣導的時候 你負責講什麼? 溝通的能者 那你認為 你希望大家在聽了這個繪本之後 能有什麼樣的改變? 就是要盡情溝通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溝通的時候不要用太過分的字 去激怒對方 然後要互相傾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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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